这节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Stream Buffer和Stream Builder 那这两个类呢它里面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啊这里面咱们就以Stream Buffer为例去讲解一下这个类该怎么使用 那之前在讲Stream类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频繁的对一个字符串进行拼接操作的时候 使用Stream类时会影响性能 那如果要是频繁的对字符串进行拼接的话 建议使用Stream Buffer或者是Stream Builder 那Stream Buffer呢它是一个字符串的缓冲区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它的底层其实就是一个差类型的数组 如果我们在创建一个Stream Buffer对象的时候 没有明确指明它的长度 那系统会默认的给我们创建一个长度是16的差类型的数组 如果这个数组啊长度不够用了 那系统会自动的对数组进行扩容 那之前我们在讲数组扩容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要是对数组扩容的话 就是需要有一个拷贝的方法 就是将容量小的数组 拷贝到容量更大的数组里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完成数组的扩容 那Stream Buffer底层啊 也是使用这种方式就进行扩容的 所以啊咱们在使用Stream Buffer的时候 一定要啊不说一定吧 就最好要对我们要往里面存取的自幅串长度啊 做一个预估 这样呢可以减少数组的拷贝啊 比如说我要是存放一个假设啊 假设要存放一个长度是100的自幅串 那如果我没有明确指定它的长度的话 那系统会默认创建一个长度为16的 差列型数组啊 那因为我创我使用的是 往里面存的是100长度是100的自幅串啊 那16肯定是不够用的 所以啊系统会自动的扩容 那倘若我在创建Stream Buffer对象的时候 明确指出了创建一个长度是100的 差列型的数组 这样呢可以减少就是系统啊 可以减少数组拷贝的这一块的操作 这样子呢能够提高一些效率啊 最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Stream和Stream Buffer的区别 Stream呢它是一个不可编的自幅序列 一般呢都是存储在自幅串长量池里面 而Stream Buffer呢它的底层是一个差列型数组 我们要想使用它的话 需要使用new关键字创建它的对象 那既然要是使用new关键字了 那就说明这个对象会存储到对内存里面 这个呢就是Stream跟Stream Buffer的一个区别啊 那接下来咱们来通过代码演示一下 Stream Buffer的构造方法 Stream Buffer test01 Stream Buffer test01 首先咱们来看它的无参构造方法啊 首先咱们来看它的无参构造方法啊 来创建一个Stream Buffer的对象 来创建一个Stream Buffer的对象 通过带用它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这个方法啊 通过这个方法呢 可以看到Stream Buffer里面的容量是多少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这个呢 这个呢 默认的容量是16啊 初始化的长度是16 那我们可以通过圆码去看一下啊 点进来 那Stream Buffer的圆码呢 看这里面 直接是调用了负类的一个构造方法 并且传进去了一个 英特地形的16啊 那它的负类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找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刚才呢 在Stream Buffer里面 往下走啊 Stream Buffer里面啊 我们刚才是使用的无参的这个构造方法 那无参的构造方法里面呢 它调用了负类的构造方法 它负类里面啊 就是这个构造方法 并且呢 给它传立个硬特类型的 呃 值16 那再看这里面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操作 就是创建了一个 X类型的数组 长度是16 来 我们来写一下 如果没有明确指出 如果没有明确指出吧 系统会自动创建 长度为16 系统默认吧 默认长度是16 那我们啊 也可以通过 调用Stream Micro里面的有参的方法 给它传进去一个长度啊 来一个有参的 咱给它传一个100吧 然后呢 我再把它打印一下啊 看看它的长度 这是sb1 那这里呢 你看 打印出的sb1的长度啊 就是100了 那除了这两种 构造方法之外啊 还有一个构造方法 那这个构造方法呢 可以接受一个 sb1类型的参数啊 比如说咱们传一个monkey吧 之后呢 我再打印一下它的长度 s2了 这个啊 再打印一下看看 那这个我传了一个 sb1类型的monkey 它打印的长度是22 为什么是22呢 咱们看一下它的原码 点进来 大家看到这个参数啊 那我刚才传进来的monkey 就是死均了 就是这个了 那monkey的长度是多少呢 123456 monkey的长度是6 这里呢 让它加上了16 所以我们打印出来的值是22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要是传进来的是sdream 类型的参数的话 它会啊 它会让sdream类型的长度 加上16 去默认的初始化 sdreambuff的长度啊 如果传进去s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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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那这个呢 这三个就是sdreambuff里面一些常用的过渡方法 那建议啊 大家在使用sdreambuff的时候啊 还是刚才说的啊 要为它初始化一个长度 写一下啊 建议预估字符串的长度 并且 指明 并写声明吧 sdreambuff的 sdreambuff的长度啊 啊